撒姆尔记上第十一章 雅门人拿霞上来,安营攻击激烈雅比 所有的雅比人都对拿霞说 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 雅门人拿霞对他们说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条件 我要弯出你们个人的右眼 用来羞辱以色列众人 雅比的长老对他说 请你宽限我们七天 好让我们差遣使者到以色列的全境去 如果没有人拯救我们 我们就出来向你投降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 把这些话说给众民听 众民就都放声大哭 那时扫罗正从田里赶牛回来 问说 什么事啊 为什么人都在哭呢 于是有人把雅比人的话告诉他 扫罗听了这些话 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他就非常愤怒 他牵来一对牛 把他们切成碎块 交给使者 送到以色列的全境去 说 不出来跟从扫罗和撒末尔的 他的牛也必受到这样的对待 因众民惧怕伊和华 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 扫罗在笔色数点他们 以色列人共有三十万 犹大人有三万 扫罗对前来的使者说 你们要这样对激烈雅比人说 明天中午你们必得拯救 使者回去告诉激烈雅比人 他们就欢喜了 雅比人对雅门人说 明天我们出来向你们投降 你们看怎么好 就怎么带我们吧 第二天 扫罗把众人分成三对 在沉耕的时候 他们进了雅门人的营中 击杀他们直到中午 残余的人都心散了 他们中间没有两个人留在一起的 众民对撒末尔说 那说扫罗怎能做我们的王的是谁呢 把那些人交出来 我们好杀死他们 扫罗说 今天不可以杀人 因为今天是耶和华 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的日子 撒末尔对众民说 来吧 我们往吉甲去 好在那里重新建立王国 众民就都到吉甲去 在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 又在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 扫罗和以色列众民都在那里 非常欢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